副校長 各位貴賓 還有我們的師長以及我們同學 大家午安 歡迎各位出席我們今日由唐鳳政委所主講的台灣社會創新發展趨勢名人講座 那在我們的講座開始之前 先恭請我們的沈濟燕 沈副校長為我們做字詞 一手大學的老師 同仁以及學生 大家下午好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 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唐鳳 唐政委來歷臨一手大學 演講台灣社會創新發展趨勢 那昨天晚上我在準備這個開場稿的時候 我有上網看了政委的臉書 我稍微有一些感觸 因為我們學校最近正在協助周邊的象徵去推行地方創生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些 參與了一些社會創新的一些工作 那唐鳳 唐政委是在2016年開始擔任中華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 也是我們中華民國第一位數位政委 那唐政委他負責的工作是督導數位經濟和開放政府發展 那尤其是強化政府部門和公共社群以及公民科技的對話和合作 那更難得的是唐政委他曾經代表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歐洲總部的網路治理國際會議 聯合國的世界城市論壇以及親自參加聯合國人工智慧研討會等國際會議 那去年8月行政院通過社會創新行動方案之後呢 唐政委他提出協助台灣社會創新這個生態系的持續成長和發展 也同時呢在國際社會對國際社會展現我們台灣有能力也有意願呢 去共同參與和面對全球性的這些問題的相關看法 那昨天我看了政委所臉書上陳述了 但我覺得政委的理念是要以人為本然後促進共好 那來解決在我們解決台灣在地的問題的同時呢 我們也有能力去貢獻到這個全球社會的需求 來讓台灣這個社會創新的能量呢能夠成為台灣的暖實力之一 那我們希望今天透過呢政委的演講呢 能夠進一步來了解我國在社會創新的機會 實力和我們未來的發展趨勢 然後看看我們台灣如何來發揮我們的優勢 那現在我們掌聲來歡迎唐鳳唐政委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其實大家不管想聽什麼我就講什麼啦 我其實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其實我在各大學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由大家掃這個QR Code 然後如果QR Code一下子掃描的話也可以手動 在這麼多人的場合 但是匿名的情況下大家可以想問什麼就問什麼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上面已經有一些評論的問題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你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多的問題越會跑到上面 那我待會就找讚的數量 然後來一個一個就是回答 那我們大概從現在開始到四點吧 中間沒有休息 全部我講的大概就是大家在上面問的問題這樣 那如果在場朋友有要舉手的話 那舉手的優先順序是高過這個線上的 好 那大家還在想要 我有什麼麥克風好像收音有點問題 等一下 這個呢 好像好一點點 對 好 那大家大家還要想要問什麼的時候 我就先稍微介紹一下這個我的工作 好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辦公室 這個是我在台北人愛路三段99號 一個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辦公室 我2016年10月入閣的時候 當時跟院長有勞固協商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有三個工作條件 那第一個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做上班 所以就不一定需要進那個新實驗的院本部 大概只有開院會的時候才會進 那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其實我是在線上透過遠距的方法工作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我遠距工作的主要的一個地方 那這地方很特別就是它是大概上百個全台灣的所有社會創新的團體 一起去營造出來一個空間 那好比像說在這邊大家看到一個足球場 就是在高雄這邊有一家叫做血汗兒基金會的朋友 那他們就是跟有就是唐氏正的就是朋友們一起工作嘛 那他們在做藝術治療的時候就很意外的發現說 這些有當心的所謂血汗朋友們 汗兒朋友們他們畫出來的東西 他們看到的世界 不像我們可能是用數字或者是用抽象的文字來了解 用一個集合的方式來了解 所以當他們畫出他們眼中看到的世界的時候 就會讓人好像看到飯谷的話那樣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然後踏入這個地方的人都會感覺到非常的有創意 所以我每個禮拜三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都在這個地方是所有的office hour 任何人都可以在線上預約我的時間 然後就可以跟我聊個四十分鐘 不管你要聊什麼都可以 那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說 我們談話的整個記錄要公開的上網 那這個所有我看到的東西都要公開上網這件事 所謂的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基金式的透明 這個就是我入閣的第二個條件 就是在任何我主席會議 任何人來拜訪我等等 我都會要求說把整個記錄在十個工作天之內去上網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所謂的數位政委 就是不只有一位政委嘛 數位就是很多位 就是說可以有數十位數百位 乃至有數千位的政委 那任何人都可以實際的這個到我們的網站上面 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然後我從入閣以來 就是跟三千九百四十七個 扣掉我自己 人有講過話 然後一共講了 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二句話 然後我所有主持的會議 所有來訪的 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都在這邊聚集 那這個並不是只有會議紀錄而已 這事實上是已經 矽到就是每一個人他講的每一個字的這個層級 所以任何人他只能有足夠的時間 大概就可以 就是等於是追蹤我每一天的工作吧 然後我就常常在Mobile01 或者在PTT 或者在迪卡 我沒有迪卡帳號 對不起 但是就是會看到大家會繞著我的這些 就是radically transparent的這些紀錄來做討論 那我常常接到一些站內心說 那他覺得說我在哪一天哪一月 講的哪一個話是不太對的 那需要有什麼更好的做法 那常常這個網友講的都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如果不是我把就是工作的方式 使用這樣的方式去公開出來的話 那大家也沒有這個機會去告訴我說 我怎麼樣做可以更好 所以不管office hour 或者這些radically transparent的方式 大概都是希望說 不是我來做議程的頂部 我來做agenda setting 而是大家都可以來做agenda setting 大家都可以來一起告訴我們的政府說 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然後哪些事情是值得發展的 好以上都是串場而已 就是讓大家有時間key問題 那我們目前看到有17個問題了 那如果我們到就是4點的時候 問題還來不及都回答完 那我就很抱歉 那如果到4點的時候 就是以前就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又沒有人舉手 我們就提早結束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所以大概也不會發生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有32位想要問的一個題目 就是人民期待人工智慧 可以對於整體的社會來帶來公共的利益 但是社群之間不再彼此傾聽的機會可能會增加 那請問我的一個看法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在我的就是工作場所裡面 不只是有office hour 不只是有人來找我 其實也常常有人工智慧 AI來找我 那像這個是自駕車 但是它是三輪車 它叫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就是有說服力的電動載具 PEV 那這些呢是從麻省理工學院過來的 那他們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雖然它是自駕車 但是呢跑得非常慢 雖然三輪車這個通謠理說跑得快 但是這個跑得非常的慢 那非常慢的好處就是說 它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 它撞到牆壁也不會怎麼樣 它就是很慢嘛 那所以是很安全的 那反而是在這個很安全的情況下 加上它又是開放的硬體 開放的軟體 所以在這個情況 任何人都可以 當你看它不順眼的時候 你就可以只要稍微 你有一點點就是電子工程 或者是軟體工程的能力 它改成你覺得需要的一件事情 簡單來講就是說 它是我們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它是來幫助 來輔助這個社會的智慧 它不是說好像由上而下的去決定說 我們的社會要怎麼樣去安排 它是一個可以有各種multipurpose 各種各樣用途的一個工具 所以就有人看好比像說這個 一個紅色的眼睛 然後發生怎麼判斷的時候 會亮紅 那這個大家就覺得不是很友善 所以說就會有人 主動把它改成有兩個眼睛 然後還會眨眼 然後還會就是跟著這個人去 有一些表情啊 有一些互動啊 等等這個情況 那所以像在空總旁邊 就是台北的一個叫建國畫室 所以就有很多朋友在黑客宋這邊 看著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然後就開始去想像 各種可能它融入社會的流程 好比像說在建國畫室 很多人是買花嘛 那如果你拿一個推車 那買一些花之後會越來越重 然後就越放越多東西 但是如果有一個像這樣的自駕三輪車 逆步逆去的跟著你的話 尤其一些長輩 那他可能買了一些花粉往上放 那快要放滿了 那這輛車自動再叫另外一輛車過來 那然後到最後就是 等到你逛完花室的時候 你就騎上第一台 然後他就載你回家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是 他並沒有去 讓人跟人之間少了互動 相反的 因為這個是開放的 所謂的Open Innovation 任何人都可以繞著這件事情 去進行討論 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起來看說 當這輛車進入我們的生活的時候 怎麼樣進來對大家 是比較好的 所以Open Innovation 就是開放式的創新 我覺得是讓AI 從沒有在象牙塔裡面的一些人 來決定 要怎麼樣子 Adopt AI 改變成 比如說 with the society 不是只是for the society 就是 所有人都可以一起來討論 或者一起來決定說 這樣子的AI 要怎麼樣進入我們的生活 所以 只要AI它是 就是民主的 就是任何人看到之後 你想要改 你都可以想要把它改成你要的樣子 那這個呢 我覺得反而是 助大家之間 彼此之間 互相有一些 就是共識能夠形成 那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 在Social Media上面 大家常常會看到 就是所謂的同溫層嘛 那那個也是一種AI 那它是AI 但是它去看說 它比方的臉書 它會去偵測說 你對什麼東西安全 然後你在什麼東西上面 比較久 然後這個AI 跟你是一個共生的 其實就是 其實對你不一定有好處 可能是一個寄生 這樣一個關係 就是它這個AI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在臉書上面 又停留時間盡量 那當然同溫層就越來越厚 那但是 同樣是透過AI去看 就是大家彼此之間互相 意見 它不一定要透過像Facebook 那樣子的方法 它也可以透過像我們 經常常運用一個叫做Police的平台的方法 那這個做法呢 其實跟臉書相當不一樣 它是一個二維的一個視覺化 就是它可以一次讓你看到 你是一個藍色的圈圈 然後它在各種各樣子不同的 就是你Social Media Friend中間 你對某一個議題的看法 在這些人中間坐落在哪裡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先就事論事的 把一些事實分享出來 然後呢我們透過Police去蒐集 大家對於這個事實的感受 然後呢如果大家有一些共同的想法的話 這些感受就可以變成建議 那建議到最後就可以化為政策 所以很具體的來講 就是說某一個Police Conversation 可能像我們自駕車的時候是這樣 你看到一個人有一個想法 你可以同意或者你可以不同意 那隨著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那你的這個位置 就會自動跑到跟你的意見 相同的朋友這邊 那這個AI呢它會整理出 像這樣子的一張圖 那這張圖其實我覺得是非常powerful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只看大眾媒體 或只看一些社群媒體的同溫層的話 你會以為說 大家彼此之間都是針鋒相對 然後都是有各種各樣 好像沒有辦法彌合的一些 就是Divisive 就是把人群分開來的一些二元 分的一種想法 但事實上這種想法 只佔大部分人分享的主意的一小部分 我們透過每次Police的討論 我們都會發現說 其實大部分人跟大部分的其他人 在大部分的事情上面大部分時候 是有一致的想法的 那這件事情我們 只看社群媒體 或只看一些大眾媒體的話 常常是會見數不見領 會看不到 所以每一次我們在做這樣子的對話的時候 我們就是透過這種AI的方法 來讓大家知道 那像Police 我們目前正在run一個Police 叫做AIT的數位對話 大家如果Google數位對話 或是Google Digital AIT的話就可以看到 那這是第一次就是 就是AIT跟台灣 或AIT跟任何國家了 透過這種公共外交的方法 來問大家說 那美國跟台灣要怎麼樣 一起來促進在國際上面的地位 好比像我說這邊有一位Eva Zhang 他說應該要就是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 那你可以按同意或者不同意 就是你按同意或者不同意 那這個AI就可以繼續這個 繼續讓下一個題目出現 那隨著你繼續讓同意 一個藍色的圈圈就會跑來跑去 那這個的一個特點其實是 它跟臉書最大的差別 就是它並沒有一個回覆的按鈕 沒有reply button 我們觀察到說 只要你有reply可以按 那通常酸民就會出現 因為就是你看到一個 你不舒服的留言的時候 你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 你去攻擊那個留言的人嘛 那然後大概這樣子 互相攻擊兩三個回合之後 就會開始看到 貓咪圖片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就會出現 那大概大家都沒有辦法 平行來討論 但是呢我們所經營的所有的空間 不管是像現在看到這個Polis 或者是說我們的 現在大家正在使用的Slido 或者是我們的Join平台 大概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你回覆可以按 所以說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 那你如果想要提出一個更好的看法 那你就只能在這邊留言提出一個更好的看法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些酸民們就比較無用無致 那這個PH值就 就是大幅的上升這樣子 就沒有那麼酸了 那所以AI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自動幫我們整理 說雙方這個最針縫相對的部分是什麼 好比像說 右邊這一百多人都相信說 每次中國阻擋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時候 美方就應該找另外一個國際活動 讓台灣能夠參與 那他左邊的並不是特別這樣子想 那但是不管兩邊有什麼不同的想法 其實雙方都非常同意一些事情 好比像說 美國應該多來參加我們總統北黑客松 好比像說這個 台灣全對抗專職的前線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不管你是在哪一邊的 大概都會表示同意的這樣的一個意見 所以我們每兩個月結束的時候 就會跟AIT一起辦一個活動 去把大家最有共識 然後以及最分歧的這些論點 在我的主持之下 變成我們之後就是 台灣跟美國外交的一個新的議程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議程設定權 就是好像大家在slido留言 然後投票決定我要講什麼一樣 這個就是大家透過polis投票 來決定美國未來要做哪些事情 好 有43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創新要如何評估可行性 非常好的問題 創新的可行性大概有 我們有兩種評估的方法 一種呢是 直接 這個 好像是 角力滑河一樣 就是所謂的 迫害式的創新 大家可能有聽過這個詞 所謂disruptive innovation 就是發明了一件事情 然後它是把本來的 某一個做事情的方法把它擾亂掉 把它就是變成 好像過時了的做法 那這樣子的話 往往就產生出這樣子 一個角力的情況 那尤其它就發生在 我們的如果法規制度 沒有辦法預料到這個創新 當它發生的時候 就會出現既有的法規制度 跟新的這個創新 所需要的法規 中間這樣子拔河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在社會上 有非常多嘛 大家可以想像這個繩結 每一個繩結 可能就是一個部會 經濟部有經濟部的價值 當然環保輸有環保輸的價值 文化部有文化部的價值等等 那所以在傳統上面 大家想到政府的時候 想的就是在這些 價值中間拔河 那我們這些專業的就是文官 大概就是中間 大家都看不到那個繩子 但是要承受全部的壓力 那當然我們現在 在所謂做社會創新 而不是只是 產業創新的時候 我們是在試著用另外一套 不同的方法來評估它的可行性 不是只是看說 就是它哪一邊的 在這個政治著力上面 增加很多人的支持 簡單來講就是不是屬人頭 而是說我們問一個 不同的方法 就是說大家都有 各種不同的價值 那都沒有關係 但是大家這些不同的立場 跟不同的價值中間 有沒有一些共通的價值 是大家至少都不反對的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 至少都不太反對的價值 那這個創新能不能試著 在大家都不反對的這個 交集裡面去進行試作 去進行 所以就好像無人車 如果它一開始是開到 時速90公里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會有非常多的爭議 就會出現 但如果大家都同意 透過像Polix這樣子的系統 我們先用慢速 在已經明確標定的地方 去進行測試等等 那在這個情況下 它就反而比較有可能 一起建立出一些 我們跟無人載區 中間互相 一起適應的一個方法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有一段時間在一段場所 稍微測試一下 給所有人看 在風險可控的範圍內 然後我們再做決定 的這樣一種方式 現在我們叫做沙盒 就是Sandbox 那所以這種方式 就跟之前的那種 熟人頭角力表決等等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 沙盒在評估可行性的時候 簡單來講就是說 那我們就給你一年的時間 那這一年的時間裡面呢 我們保證不來罰你 那如果你覺得有哪些法規命令 需要修改 那你提出你的法規的那個版本 那我們就試著 在這一年裡面 用你的那個版本 在這個區域來試做看看 那當然台灣在去年 通過了非常多沙盒相關的 法規命令 像平台金融 就是金融創新 或者是無人載區 5G等等 大概都是Sandbox的一些題目 大家如果到Sandbox RGTW的話 可以看到上半個 各種不同的沙盒的實驗 正在發生 那這些沙盒 當然它是天馬行空的 意思是說 如果交通部 本來只覺得有陸海空 不同的載具 但是你現在發明出一種 開一開會飛起來 或者是說 在水裡游游 會上岸等等的 這些無人載具的話 你完全不用管 交通部講什麼 你就可以說 那我自己寫出一個 那我在一年的時間裡面 我實際證明給大家看 這個真的能夠 解決社會問題 那所以 以無人載具而言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沙盒法案 以無人載具而言 就是你有一年的時間 那如果整個社會覺得不錯 那你可以擴大規模 但最多兩年的時間之後 大家就會做一個決定 說這到底對社會好不好 那如果對社會好的話 你原本的法規命令 就變成我們的法規命令 然後全國都可以使用 那如果大家覺得 這不是好主義 那我們就很感謝 投資者幫我們付了學費 那這樣子的話 下一個創新者 就可以站在這個基礎上 繼續 所以我們會要求 就是好比像說 他一定要裝新履物器 或他的一些 基本的資料 一定要分享出來 或他的資安 跟這個隱私的保護的方式 一定要公開等等這些 那當然隨時立法院都可以說 我覺得還是立一個法比較好 這不能只是法規的層級 所以他們隨時可以 跑回去立法 那不管他們要花 三年的時間 還是四年的時間 在這個過程裡 你的這個實驗 包含商業模式 都可以繼續運行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就是有點像壟斷 因為別人都是非法的嘛 只有你是合法的 所以我們是用一種 這種limited time monopoly 去換說大家願意 用開放式的方法 來進行 所以這種沙河式的創新 大概就是 我們現在在評估可行性的方法 就是讓他在 風險可控的範圍內 先讓整個社會看到 一年的時間 然後這一年的時間 過了之後 我們再來一起想說 這個東西 怎麼樣跟社會 互相相處 是最好的 有三十多位朋友們問說 如果把社會創新的概念 應用在地方創生的輔導上 學校在幫助偏向上面 可以往哪方面找走 是否有勝負的相關資源 可以申請來譯助 當然是有的 地方創生 當然是一個概念 地方創生是一個 就是行政院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計劃 那這個計劃呢 是一個特色 就是他把以前 我們由上而下的 就是政府設計 大家要做什麼的 這個議程設定權 把它變成是每一個地方 自己去做前面的 這個部分 就是叫做共識行政 跟願己行政 一直到形成 所謂的地方創生提案 當然如果有人 學設計思考的話 這個就是設計思考的 就是double diamond 的這樣一種想法 那在過去呢 左邊這一段 大概都是不同的智庫 或者是產官學員社 各種不同的單位 他們要分別往不同的部會去提案嘛 學校的話 當然就是往教育部 那如果是公司的話 可能往經濟部 合作社往內政部 之類之類 就是每一個會有不同的部會 那但是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說會有很多山頭 但是大概就沒有什麼山脈 就是大家拿到經費之後 再去找這個地方的人 那地方人就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我要來配合你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每一個部會的收單的方式 他的評估的方式等等 都不一樣 所以呢就會有很多就是資源 的一個情況 所以地方創生的想法 本來講 就是說 其實這十二個字 大概就是形容了 地方創生這支計畫 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所謂隨到隨辦 安安服務的媒合 那大概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能夠提的出來 在地的產官學員社 曾一起形成過一個共識 一個願景的過程 那只要拿這個過程 那國發會就願意把它提到 地方創生匯報裡面 然後來進行一個討論 然後進行討論之後 國發會再去協調所有的部會 然後看看說 哪些部會的計畫 能夠去fit 這些厲害關係人 覺得這個地方 所缺少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情 有一點翻了之前 就是大家往各部會提案的 這個想法 各部會以前可能都是 可能三月收單 或者五月收單 或幾月收單 收了單之後 你還要花一兩個月的時間 這個去進行 專案的經歷啊 合銷啊什麼之類的 這個先期的規劃 那最後呢 還有這個管考 實際上可以做的時間 可能不一半 那但是在現在呢 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而是說 隨時它都是 只要有一個願意的情況下 拿這個案子過來 然後國發會幫你去找 這些各種部會 然後各種不同 現有的計畫 那當然國發會 就扣留了10%的預算下來 然後呢 把這些10%的預算 不是讓每個部會 分別去審 分別的去核定等 而是說 直接透過地方創生願景 形成的方式 去進行討論 所以這邊 以大學的角度 這邊想問是說 能不能夠申請來譯注 那我的建議就是說 其實重點還是 在哪一個願景會議 跟具體的提案 你先不用管 是哪一個部會 因為國發會會幫你 找到合適的部會 你需要找的 反而是你很具體的 想要遍你的地方的 哪一些事情 那這個哪一些事情呢 大家可能已經知道了 就是有一個 地方創生資料庫 TESAS 台灣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 System 那TESAS的一個特點 網絡有點慢 但是TESAS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 它可以讓你非常 而為的去 點進任何 台灣的任何一個 鄉鎮區 然後呢 實際去看那個鄉鎮區 所有的客觀的資料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 就是說 問大家對一件事情 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具體建議的時候 如果沒有一個 共同事實基礎的話 那其實是 進行別的討論 那如果TESAS沒有 當 好一點了 OK 那如果TESAS沒有 當掉的話 這個你就可以一次的 看到 每個地方人口所得 經濟 產業 交通 廣告 土地 住宅 環境 文化 社福 醫療等 那在這些情況下 你又可以實際把它 注入到 到裡面相關的 好比像說 人口規模 消長 育購 扶養率 人口增加率等等 這些部分 那當你有這些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說 那我想要扭轉 某個區域的老化指數等等 然後呢 你還可以看說 每個區域之間的老化指數 他們之間的 就是correlation 他們之間的相關層度 然後已經很明顯說 那我覺得前面三年老化程度 大幅飆高 那原因是什麼 人口外流 有結構空洞化 那我覺得 我要應用哪些部分 來對某一個部分 去進行修改 那只要這個是在奠基於 就是這個 就事論事的基礎上的話 那這個就是一個 共同的語言 國關學研社 都可以繞著這個 TESLA上面一個 共同的客觀的事實 來去分享 說我們要怎麼樣改變 那這樣子的話 國發會就可以 非常容易的幫你找到 就是相關的 部會的資源來益助 那這個前提 你這個願景是 就是第三方 都可以查核的客觀 一些事實上面 所以這個大概是 我們申請的地方 真的一些想法 就是你去 拆題了 不用去揣摩商議了 重點還是說 你的產國學研社的 利害關係 聯絡的廣的程度 然後以及國發會 如果接下來 要開始進行 這個具體的討論的話 那到底能夠找到哪些人 這個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那有四十位朋友們 想要問說 請問為什麼想要到法國 去學習精神分析 對於這個 在社會創新 有什麼樣的影響 或者是幫助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在法國 學習精神分析 大概有三年多的時間 那這三年多的時間 其實就是讓我習慣一個 叫做精神按摩 的這樣一件事情 精神按摩是 當然一種一種講法 這個其實我剛剛看到 slido上面 也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問說 為什麼在網路上面看到 非常多很酸的這個 的留言啊 或者題目啊 這個我們只要 稍微這個 像LTN嘛 然後找一下我的名字 然後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嘛 就是大家都會這個 看到非常多 高度具有爭議性的這個留言啊 題目啊 新聞啊等等 那好比上說最近 是最新的 這個賣汽車 對不起 好 OK 好 那舉例來說這個 最近才有一個叫 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 上面 就是 引述了我之前 找到這的一個專題 那所以當時就會 有人這個 瞬間 就來留言嘛 這種留言其實網路上 是非常多的 那他這個quote 說一個沒有乾過機器 想要改造 就跟直評關係 跟和文來領導一樣 是一則笑話 那所謂的精神分析 它其實是 讓我們 都在腦裡面 有一塊空間 那這塊空間 就是你可以觀察說 當看到這樣子的文字訊息 進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起的 各種各樣的反應 那不管貪嗔痴慢疑啊 各種各樣的情緒反應 然後再看到之後呢 你能夠稍微 退後一步 然後去想說 那這個反應 會激發 是因為之前 是不是有什麼不好的經驗 然後這個不好的經驗 你能夠很完整 在心裡面去呈現 那這個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是所謂詮釋的工作 就是說 你就可以再去把它 連到一個新的經驗 好比像說 如果我看到 這裡面 這個任何字眼 會讓我不舒服 其實已經都不會了啦 但假設有任何字眼 會讓我不舒服 那我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馬上去搶它 那也不是摔電腦 電腦很貴的 這個不應該摔電腦 就是只要警覺到 這個自己想要嗆聲 或者摔電腦 對 這樣子的情緒的時候呢 你就要創造一些新的經驗 好比像說 像我通常是聽一段新的音樂 或者是說 泡一杯新的 這個沒有喝過的口味的茶 或什麼 總之就是不是視覺的刺激 然後呢去把它跟這樣 這樣子的一個心 視覺刺激把它連起來 那這樣有個好處 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下一次再想到 這個字眼的時候 我想到的就是 一個正向的經驗 而且我想到的就是 我救世論事 就它裡面 可以有結構性的 建設回復的部分 去進行回答 那我最常講的就是 完全同意 或者競表同意 所以這個 希望它後面這個想法 我真的是同意的嘛 那但是可能 它對我有一些誤解 就是說它可能覺得 我沒有做基層工作 但事實上 我一天到晚都在做基層工作 所以我就是跟他分享說 我一直都在做基層工作 所以有政委自帶廠商 政委自帶小編 政委自帶顧問等等的 這樣子一種說 因為我一直都是在第一線 等於是所謂公仆的公仆 那所以這位朋友 這個一看到我這樣子回之後 那他當然就 那就改口啊 然後馬上就這個說 這個非常佩服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就是說 那倒不是說 他怎麼樣改口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面回應 不是只是會給他看的 也是會給所有其他人看的 那會給其他人看的 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只有有建設性的部分 才能夠得到我的注意力 那如果是 一直寫警探號啊 或者是一直貼一些貓片啊 或什麼之類的 我其實是完全沒感覺的 也沒有辦法換來我的注意力 那其實很多在網路上面 比較酸的朋友 他就是在現實生活裡面 沒有得到高品質的人際互動 所以就是醒來就覺得很空虛 所以就想要就是找人吵架 這是非常常見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就是說 我如果他是在網路上這樣 互相酸互相吵架的話 他每天吵架的對象都不一樣 他沒有辦法形成一個 長期的穩定的關係嘛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就是隔天醒來 還是很空虛 然後還是會去找人吵架 那所以在要怎麼樣 然後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告訴他說 其實你有可能去獲得 比較長期的關係的注意力 那最好的方法 其實就是提出有建設性的部分 就是如果他留了100字 然後裡面只有4個字 是有建設性的 你就挑那4個字去做回應 那當你回應完之後 這個就是一個正向的詮釋的經驗 那下一次 當我在看到這些字眼的時候 我想要就是 一段很好聽的音樂 然後一杯很好喝的茶 然後跟我有一個正向的 跟他互動的經驗 那以後再看到這些字 我就免疫了 我就不會有這個酸痛的感覺 所以所謂精神按摩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看到 讓你想要雜聽好字眼的時候 你就把它想成是 就是推納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地方會酸痛嘛 那就是 就慢慢把它揉開 然後就是接下來就沒事了 那之後你再看到這些 視覺刺激的時候 就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精神分析大概就是 每天花45分鐘 然後去不斷地觀察 在那一天的時間裡面 有過哪些不舒服的經驗 以及那些不舒服的經驗 是哪些過去的記憶造成的 然後創造性的連結 去把這樣子的記憶 變成一個比較正向的經驗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方式 請問對於台灣的家暴品傳有什麼想法 我最近才在看一部連續劇 叫做我們與二的距離 才剛看到第三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看過 我覺得真的是 前瞻基礎建設 數位建設的最好投資之一 那當時我還記得說 我們在審前瞻基礎建設 數位建設的時候 主機總處告訴我們說 我們所謂的基礎建設 按照原理就是只能投資到資本門 什麼是資本門 你賣了它會一直站在那邊 然後硬體嘛 然後它隨時都可以讓你使用 隨時都有收益等等的東西 那但是呢文化部提上來的基礎建設 竟然是跑去拍一堆4K的戲劇 那這些4K的戲劇 就是從主機總處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叫基礎建設呢 它不是資本門 它是拍完就不見的東西 它是都是在會計裡面叫做經常門 那當時呢我們就幫忙就是 政治局部長想了一個論述 就是說如果它這個劇 它探討的是公共議題 它如果大家在看了之後 對公共議題能夠有更聚焦的討論 而且如果它拍這個4K的劇的過程 的這個製作的pipeline 是公開提供出來 讓所有有益去做創作的人 都可以重新使用在這裡面的素材 好比像說像TDAL 就是所謂的台灣Digital Asset Library 所以他們去做這些景的時候 其實就一併透過3D建模 點雲掃描等等的方式 去把這些景留下了這個3D的紀錄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如果你是做數位媒體創作的話 你就直接到台灣數位模型庫 去跟文化部下載這些數位模型 你就放到Unity啊 或放到什麼東西裡 你就省了非常多景的這個時間 那每一次它就是搭了這樣子一個素材之後 然後它接下來的衍生的著作物 它也都可以用所謂CC授權 就是其部分的著作財產權的這個方式 讓任何人可以進去進行延伸 那這個也不是只是在台灣本身而已 好比像說我們晚上就會在威尼斯 開機器人參加威尼斯雙聯戰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把台灣的任何景色 只要它在TDAL裡面有 或者是在這些劇組 它的拍的過程裡面有累積的話 那把它變成我們在威尼斯的展覽的一部分 讓更多人都能夠更認識台灣 所以我們回來這個題目 就是我會覺得說 大家如果覺得某一些特別的議題 是不能夠談的 或者是說沒有公共性或怎麼樣 那我覺得透過藝術的介入 像我們威尼的距離 去把裡面的就是後面的背景 後面的成因 而且特別是就是在它每一次 就是劇集開始的時候 會把網路的留言啊等等 透過動畫的方式 去讓大家能夠看到說 網路上的這個留言的背後 其實是有哪些這個 精神動力 哪些情緒動力在作用 那這樣的話 它就變成一個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可以繞著它 進行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就可以比較 就事論事的去看 到底是為什麼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去 就是好像一個 復仇式的這樣子的方式去進行處理 那有40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 如何面對較激烈 甚至帶有侮辱性的評論 這個我剛剛回答過了 那還有就是 如何要開放的與任何人對話 就是嚴格來講 這是三個問題 然後以及 心裡感到受挫 或者憤怒的時候 又是如何應對表達語氣 調適的 雖然這是三個問題了 但是已經回答了三分之一嘛 我們就把接下來三分之二回答完 如果是開放的跟任何人對話的話 其實有一個 就是我常常說傾聽 就是先把自己傾斜 先願意讓自己傾斜 所謂傾斜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急著去導正對方 你也不急著去反駁對方 對方 不管講什麼 你就是願意被他的那個 所傾斜 就是所帶著走 但是呢 就像剛剛講精神分析一樣 你心裡就還是 圍棄著一塊空間 去看說 自己對這樣子的一種論點 到底傾斜到幾度 當然不可能傾斜到九十度 這樣就倒掉了 就是大概五度十度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時候你再慢慢的回來 就是告訴對方說 以你自己的經驗 你的看法 那你對剛才就是被他的觀點 所影響 所撼動 所傾斜的這個部分 你自己有什麼想法 那對對方來講 這是所謂的自己的聆聽 並不是灌輸他任何想法 你只是純粹把 因為聽他講話 所以你覺得他講到什麼 實際分享到什麼 回顧他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第一個 他可以去校正他自己本來的論述 那第二個是說 他也可以從這個裡面 認識到你真實的這個情況 所以大概就是把議程設定 完全交給對方 但是自己呢 還是持守著自己本來的價值 那不斷地會用這種機器的 先傾 再回來 先傾斜 再回來這樣一個方式 大概就 不管是任何人 大概都可以有一個 非常有價值的一個對話 那感到受挫 以及憤怒的時候 又是如何應對表達 以及調適 其實我自己很少感到挫折 我大概到 母體系裡面 大家都會問我說 像當時林圈院長也是問我說 是不是有什麼 這個志向 有什麼報復 想要施展 還是有什麼使命 還是有什麼東西的 那當時我的講法就是說 沒有我就是當政委 純粹於心 就是我對於 就是興趣使然的政委 就是我對於大家 怎麼樣子 把大家的不同的立場 凝聚成共同的價值 這個一直是我的眼睛題目 大概從1996年 研究到現在 那所以有這樣子一個機會 跟大家一起來做實驗 我覺得非常 但是我並沒有什麼東西 非退不可 那如果我沒有什麼東西 非退不可 我推的東西都是大家的 就是共同的意願的話 那這樣的話 當然我也沒有 會有受挫的這個情況 那像我們在 新年裡面的辦公室 就是大概有21位同仁 每一個部會 我都可以借掉一位同仁過來 最多一位 所以理論上 32個部位 可以有32位同仁 那目前當然有21位 所以有些部會沒有來 像國防部之類的 對那但是 就是不管是任何部會的朋友 只要一過來我們辦公室 其實考級都是自己打 然後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然後也通常幾點不到就下班了 所以對於尤其像外交部等等的 同仁是非常吸引 他們本來都是過著這個 就是不斷爆肝的生活 那所以他們來我們辦公室之後 我其實對大家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希望大家所謂的work out loud 就是大聲工作公開的工作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任何人不管正在做什麼計劃 就算是他自己部會內部的計劃 我都請他把這個東西 直接公開在我們在院 嫁給所有公務員 可以看到的一個叫做Sandstorm 就是殺巨雲 Sandstorm這個系統上 所以大家都可以非常 意見到我們在過去幾個禮拜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3月22號在處理 漁港海調案 遙控無人機案 那4月12號在處理 殺害16歲以下知識性罪 死刑我無期徒刑的連署提案 那以及跟AIT駕鋼那個Police 4月19號在處理建築的建模 然後以及在加拿大參加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因為我完全不接觸到國家機 所以我隨時在演講的時候 都可以把這個開出來給大家看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有用過這種專案管理 像TRAILO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大家都不用在固定的時間 固定的地點來開會 大家隨時只要一上網就可以看盤 就可以知道說到底我的所有同仁們 目前正在投入他們的經歷在哪裡 然後哪些人在線上 這些人都一覽無遺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每一個部會 每個部會是不同的價值 所以當他碰到卡關 碰到挫折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覺得自己 去解決它 他可以換一個方向說 就是我們等於求救 說那這樣的情況下 有沒有別人可以來幫忙解決 從某一個別的部會的角度 這件事情是不是更容易處理等等 那透過這樣子跨部 協作collaboration的情況 每一個人不同的挫折 其實就變成其他部會的機會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所deliver出來的創新 就可以很容易地 這種彼此支援的方法 來進行應對表達跟做事 到今天會有人問這一點 42個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真正對於現在所聚焦台灣各項同學 有什麼看法 以及個人的立場是什麼 對於大法官視線 以及公投結果 我的分析是什麼 其實當然在行政院當時 透過我們所謂的超連結法案的時候 就是世子世刑法的時候 當時我有發一個Twitter 那當時的Twitter就是說 就是很感謝院長 這個想出了這樣一套方法 尤其是那個法案的名稱 真的是非常的聰明 那我們在資訊科學裡面有句話 就是說沒有什麼是 你抽象出來一層不能解決的事情 如果有那就抽象兩層 所以意思就是說 碰到事情的時候加個超連結 大概就可以解決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是現在 視線在一邊 而公投在一邊 所找出來這一套 所謂的超連結法案 確實是在已經非常窄的求解範圍裡面 盡量的去做到說 讓大家在實質上面 就是當時正立軍 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我們整個社會就像一個球面 那大家就像球面上面不同的點 那這個球的核心是基本人權 就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 那我們所做的這些政治工作 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就是讓球面上的每一個點 到球星的這個距離都是等距 就是說不是因為你剛好在球面上的某一個地方 你就離基本人權更遠一點 那所以這個如果要問立場的話 這個是我的立場 那當然現在立法院在 就是接下來主條審議就要表決嘛 那所以我們就繼續 就大家繼續看下去 因為他已經到立法院 已經出我們的範圍了 但是很希望大家能夠持續的關注 那我們發現在底下這個最新留言 這邊已經聊開了 這是正常能量釋放 請大家不要這個覺得怎麼樣 這個是非常大聲的事情 有位臨時動議問說這個 剛剛那個軟體可以讓目前PO目前工作項目 給團隊其他看 請我再這個切換過去一次 這套軟體叫做We Can 就是Yes We Can的We Can W-E-K-A-N 那這個 這是這整套 我們Sandstorm 就是殺巨雲 S-A-N-S-T-O-R-M 這套系統 這套系統是完全開放原始碼的自由軟體 意思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任意的下載 改作等等 那我是就是當時 他們開發的團隊之一 那所以剛剛所說的政委自帶廠商 那是真的 就是2016年10月 一進行政院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去把我們的國發會集房裡面的那個Linux Kernel 就是作為系統核心 重新比 然後讓我能夠跑這樣子一套系統 那這樣子一套系統 當時我就請資安處這個找人 就是得全世界Deafcon第二名的那種白帽海客 來打了半年 那打了半年 他們就是發了三個CVE 那然後就說這是他們看過最安全的系統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說任何公務員 只要你的email後面是gov.tw結尾 你就可以自由的來運用這套系統 而且不只是自由的運用上面有的功能 你還可以只要你會寫一點點JavaScript 你還可以自己在上面寫程式 並且分享給所有的其他公務員使用 所以不是只有大家最常用的這些生產力工 事實上大家只要稍微看一下我們的實際的應用 我們就會發現說其實大家最常用的是像什麼 無時藍飲料單啊 這個歡迎阿星就是要吃便當啊 然後 對 然後 之類之類 就是說其實大家可能最常用的反而是 把行政院附近所有80塊就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都拍照上傳 然後就是有一位同仁就寫了一個很容易的團購訂購的系統 那因為資安一定沒有問題 所以一定不會買到這個不需要的東西 不會被這個入侵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我們附近的一些資源 然後 然後 每次這個團購的時候還可以加上這個 加註景欲 請十點半以前下好離手 然後像我上一次訂購的時候就說我調整時差鐘 但是沒有胃口 好 之類 那所以無論如何就是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他不但保護了資安 而且他還有整合式登入啊 會自動代入我的名字啊 會自動記住我上一次的這個回應啊等等這些功能 大概都是SenseStone系統自帶進行的 所以大家最常用的一些工具 可能像HackMD啊 或者是像這個EtherPad啊 或者是像有點像Slack的Rocket Chat啊等等 這些大概我們都已經內建到這套系統裡面 那所以這完全都是免費自由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非常容易的自己加一個 有39位 41位了 問說為什麼留長髮 其實就是懶得剪而已啦 並沒有什麼別的原因 不過 因為 就是 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所以每次演講的時候 大概都會有人問我關於頭髮的問題 那所以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就是 廣告刊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每次就會說 好比像說我的頭髮就是在一個叫做好剪裁的社會企業剪的 那因為我們在講社會創新的時候 其實大家很難想像說 為什麼一家理髮店也可以說自己是一個參與社會創新的社會企業 就是他有明確的社會使命 然後他透過商業的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那但是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他在上面有非常具體的一些說明 只要按關於我們就好了 然後呢 原來他們是想要改善法醫的機制工作 去除機制的藐視 然後並且透過像意見等等的方式去讓新住民啊 或者其他的在比較弱勢的朋友們 能夠進行社會融入啊 然後 你實際到那邊剪頭髮的時候 他們還會一直給你一些病毒啊 或者一些社會企業的一些產品啊 然後 他也可以當別的社會企業的一個行銷通路等等 所以他事實上是有一套改變社會理論 Change Theory 雖然他只是呃所謂的理髮店 那但是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台灣我們最近才有一個社會企業 呃相關的一個調查顯示 呃我們目前聽過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然後願意支持認同的人 其實已經從兩三年前的百分之二十到 已經變成超過百分之三十 那大部分的人只要看到一個明確的社會使命 都會覺得說願意付出 比呃我其他的就是別的 他可能做生意做的不錯 但是社會或環境沒有太多正面貢獻的公司 那我們大部分的消費者現在願意付出 百分之十的所謂的一家購買 就是說他即使比旁邊的 就都貴個百分之十 那我還是很願意去支持他 那但是前提說 他是accountable 就是他是願意的公開去分享 他到底有哪一些社會的使命跟影響力等等 那當然我們現在在就新年裡面有個叫做社會創新資料库 SI.台灣.GOV.T 大概就可以透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方式 你不管是在關心哪一些社會的環境問題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 實際在投入社會創新的團體 那我們很快會頒布一個登陸辦法 也會把透過USR計畫的就是大學裡面的團隊也納入 因為以前通常你都要開一個公司 做社會的法人嘛 那但是USR其實是最近新的 而且也解決了具體的SDG的 他只是就是沒有開發票 但是他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創新組織 所以我們也第一次把這種創新的 所謂USR組織 納入這邊的一個團體的範圍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不管你想要做教育品 健康複製 消除飢餓 可負擔能源等等 大概在全台灣都有這17個 永續發展目標相關的一些社會創新的一些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進行分享 也可以在一個互動式的台灣地圖裡面 很容易的知道說 註冊在每一個地方的社會創新組織大概有哪些 所以就是說 當然本來問題是講頭髮啦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梗嘛 一個social object 讓大家可以很容易的透過一個共同的話題 然後來了解到說 不管做任何事情 包含解頭髮在內 都可以去創造正向的環境跟社會價值 這個問題字數比較多 43想要知道說 城鄉教育發展的差距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大城市的資源越來越好 越來越豐富 但是偏向學校卻資源嚴重不足 有沒有什麼方法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或是政府是否有所作為 這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當然 因為我是數位政委 所以對這個問題一向的回答 都是說 我們盡可能用所謂的網路取代馬路的方法 那其實就連今天的研究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應該是有一半左右嘛 的朋友是正在透過視訊 來聽這個研究 那透過視訊當然沒有辦法舉手 那但是我們就透過像slido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不用舉手 也可以去提出回應等等 也就是說 只要我們在教材教法上面 願意去做一些改變 去讓在遠端的 或甚至非同步參加的朋友 也可以多多少少 感覺到一個課堂的參與感 那麼這樣子的教學方法 它就可以擺脫地獄的限制 那當它擺脫地獄的限制之後 自然也不會有好像偏向 跟城市中間的一個差距 但當然大家都了解說 在傳統上面 這個是非常持平寬的 尤其如果你有一些操作性的 技職的東西要學習的時候 當然理論上你可以透過VR 透過各種方式都可以去學習 但一方面是 到底學校沒有設備 然後二方面是說 到底有沒有平 所以我就再打一下廣告 就是前瞻技術建設裡面的數位建設 它特別在講的就是說 高中以上的所有學校 它都必須要有能夠支持 高品質的視訊的這樣子一個頻寬 以及設備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才可以說 我們發展出來的教材教法 不管在台灣的任何地方 它都可以去存取 都可以去進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往往我們發展的教材教法 會把社會上一部分人拉下去 那但是我們現在像 最近才剛送到立法院的 原住民族教育法 就是在說全台灣的人 不管是不是你是原住民族的朋友 你只要想進入原住民族的文化 那我們的十二年國家 就必須要去配合 然後去讓你進入這個原住民族的原 那這個當然是 並不是很容易 尤其如果你住的地方 並不是原鄉的話 你到底要怎麼樣融入原住民族的文化呢 所以呢 所以在我們的社會創新實驗室 其實就在我的辦公室的樓上 就是所謂的原住民族的一個教室 那他們 他這位老師後面是一個綠幕 那所以呢 他每次在講到這個相關的 可能山上的一些事情啊 或者是一些這個特殊的草木啊 等等的時候 後面就出現AR的那個模型 事實上這邊可以看到他實際上的這個情況 就看到一個虛擬的山就跑出來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任何在找自習的時間圈 台灣任何地方的國小的學生 都可以透過寬屏的網路 一起加入這個虛擬的語言圈 然後一起去學習 不管是阿美啊 或者是太陽啊 盧凱啊等等的這些族人的文化 就是他不是只是語言的學習 而是說透過這樣子所謂 augmented reality 就是AR啦 就好像玩寶可夢一樣 大家就可以在這個平凡無奇的空間裡面 變出很多 但還是可以彼此互相討論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寬屏人權 然後以及在每一個不同的學習階段 都透過網路 能夠很容易的去存取到 這些不同的文化的資源庫 我覺得是政府這個 責務必須的事情 那我們也透過像數位學習中心等等 去把這個擴增到 所謂眾生的這個部分 那這些大概都還是不能夠 就說百分之百解決問題 因為很多他的生活上面的互動 或者是所謂的 就是倫理的教育啊等等 還是需要人啦 那當然 我們的新的12年國家課綱裡面 我們也做了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說因為以前 很多的中小學都像是 教育部的課綱執行者 就是所謂的綱性課綱 但是我們的新課綱 因為我加入 以前我是12年國家課綱委員 我們在做的事情 把它翻轉出來 那就不是 學校是教育部的執行單位 相反的 教育部只是有一個 叫做柔性課綱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的空間 可以讓每一個不同的學校 尤其高中 他就可以 不管是技術高中 綜合一般高中 大概都可以去 用校定必修 校定選修的方法 去結合在地的這個資源 跟在地的課程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在要求的 其實只是一些素養 就是小孩要有自發的能力 要互動的能力 達到共同價值 共好的能力 但是不像以前那樣子 好像是在同樣的軌道上面 人跟人之間彼此禁止 因為如果定好了軌道 然後彼此禁止的話 那偏向的大部分 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犧牲 才能夠在這些固定好的軌道上面 去禁止 但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那只要你認定 你想要解決 社會環境問題 那你等於大家都在 這個勉強起跑的時候 你一轉身 然後就跑向你自己的方向 那這樣的話你就 引力跑點上嗎 因為沒有別人跑這個方向 但是就是別的 在不同地方的人 參觀學員社 都跑到同樣的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時候 這樣子組的大怪出現的 所謂素養導向的學習 它就是真的能夠解決 在地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觀察到說 大家在國中 特別是國中階段 大家也包含高中階段 如果有這樣子的方式 跟在地融入的話 那到了大學就比較會想說 那我學一些能夠解決 我的在地問題的技能 然後回到家鄉來工作 但如果在整個十二年國教 都沒有跟在地有任何聯繫的話 那到大學的時候 大概就會學一些 跟在地一點關係也沒有的技能 然後大概就跑掉了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 就是所謂的 就是加深廣的這些課程 大概現在都是跟在地的 不管NGO啊 合作社啊 手機啊等等 一起來進行開發 這也是星課剛 讓我覺得最有價值的部分 有四十四位朋友們問說 網路上的聲音 其實只佔全民聲音的一小部分 但卻被過度放大解讀 要如何有效分析斜線解讀 網路上面的意見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讓網路上面的人 來幫你分析解讀 網路上的意見 像在slido上面按讚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這樣這邊有四十四個讚 我大概就可以reasonably sure 就是說我在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至少有四十四位朋友會比較專心 那其他的朋友們 玩俄羅斯方塊 你在等下一塊專塊一樣嘛 如果你是有頭下一個的話 那你也會覺得說 好那接下來馬上就輪到下一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是網路上面的這些聲量 或這些意見 它不是只是單上的 好像是我要一個一個去回應 而是說我的回應是公開的 而且我是挑著大家最有共識 就覺得就是優先順序最高的 這個部分來進行回應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會有浪費時間的這個問題 那像我們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是join.gov.t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個不是只有行政院在用 我們監察院審計部也在用 我們在行政院這邊的用法 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像這個來監督的專區 就是你可以一次看到 所有行政院所屬的各個機關 大家手上所有花 大家納稅錢的預算 然後一共一千八百八十七個預算 就是一年以上的計劃 不管是長島 社會住宅 屋水下水道建設 石安 智山房子等等 所有這些部分 那這些部分呢 你不但可以看它的計劃說明 也可以看到說它在這個 這應該是月報 在這個月到底它達成了哪些績效 到底有哪些研究案或者標案 它的進度是什麼等等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說 你不用特別透過你的民意 或者是媒體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在這邊來留言 去問我們衛福部的同仁 關於長島的任何問題 那衛福部呢 會每一季按照就是大家 這個討論的熱度 去做一個總整的回應 那很多我們在剛開始 就是建立這套系統的時候 很多承辦人都非常的抗拒 他們就告訴我說 本來只有二十三個人 可以管考它 就是國法會管考處 跟監察院升級部了 那但是這個一上去之後 就變成兩千三百萬人 都在管考它 這真的好嗎 那所以當時我就是 我記得二零一六年 那我就說 那我們就先從院管考的案子 開始嘛 就是要反就先反 我們院處的朋友們 所以在第一年的時候 這上面其實只有六十五個案子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六十五個案子 來證明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只要有一套系統的 回應的方式 其實它並不會浪費掉我們的時間 相反的它會節省掉我們的時間 因為每一個讓你回應的這個題目 其實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問的話 也會透過各種各樣部長信箱 透過立法院 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一個一個打電話來問 而且每一個打電話來的人 都不知道說前面已經有三十幾個人 已經問過一樣的問題了 所以其實它是非常消耗公務員的時間的 那但是我們現在在這邊一公開回答之後 第一個搜尋就到了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在別的地方回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回一個超鏈接去說 那請你來看這個地方的這個回應 所以像一些可能比較 大家可能會覺得無厘頭的一些回應 或之類的 我大概都是跟大家說 是不是可以用類似就是 精神按摩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處理完一次 大概就不需要再處理第二次了 像我記得105年情形 當時的事辦案之一 叫做金門大橋的這個計劃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在這個地方 他的累積執行程度 其實是有下滑的 但是就是預算達成率 其實是有下滑的 那但是他是累積 所以理論上不應該下滑 所以當時就有一位網友 他的名字叫訪科您好 可能是他真實的姓名 那然後他就回答了 他就留了一個問題 他叫做圖是不是有錯 那雖然他的拼不是很規範 那但是我們大概都可以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說累計的折線圖 不應該往下掉 那所以當時就是 雖然大家覺得 這樣子真的要回嗎 那但是我們還是盡可能的 請我們承辦的同仁去回了 說有關所詢疑 是因為廠商 施工進度嚴重落後 然後我們協調之後 這個不行 所以我們就只好跟他解約 所以我們之前給他的這個 價錢他就還給我們了 所以預算執行率 就稍微往下跌落一些 但後來我們找到正確的標商 所以這件事情就做得不錯 因為他這樣子一行之後 他就發現說 他之後 每天要接電話的次數 明顯就減少了 因為你如果Google 什麼金門大橋 預算進度落後 或什麼 可能看到這一頁 看到之後你就不會去反對 所以攤題來講 他事實上是省了時間 雖然他看著這個留言 他要回應他 這個心裡還是有一些障礙 那但是只要能夠突破這個 一開始心裡上的障礙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藉口 那他們說這個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他會說圖是不是有錯 表示這裡有一個缺口 那讓這個缺口作為一個機會 變成是大家能夠去 很容易的 有一個超連結的一個網址 能夠去了解到金門大橋實際的這個情況 所以放大解讀不是 但是重點是說不是針對他這一個人 不度放大解讀 而是當你放大的時候你也放廣 就是把你的回應 那是對大部分人都有關聯的 都覺得A有關係的 那慢慢養成這樣子的實力之後 那我們這樣子大概工作了一年 然後變成每個部會都需要有專人來 這樣子及時回應 然後又一年 那到現在就變成了一個很好的應用 就是Golas 就是我們的發言人上台之後 就要求每個部會 只要看到 就是開始流竄的謠言 那你60分鐘之內 就要變出一張圖卡來 而且這個圖卡的傳染力 必須要比那個謠言的傳染力還要來得高 就是讓事實傳播的速度 比謠言傳播的速度快 那如果不是各部會都已經有 這樣子一種快速即時回應 圖是不是有錯問號問號的 這樣的能力的話 大概也很難支持這個 現在的這個圖卡的這樣子 所謂大字幕時代的 的這樣子一種溝通方式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真的大家都發現網路上面關心的 就是大家現在聚焦的 你趁著大家聚焦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只要你在60分鐘之內把事情 其實大家都是很願意幫著政府去把事情 我們就像拼不一樣嘛 我們拼我們自己知道的那一塊 那有43位想要知道說 人工智慧已經運用在醫療影像判讀的輔助上 加上資訊大量與更新速度 人工智慧有其優勢 請問您認為未來台灣的醫療服務 可能會有哪些重大的改變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想長照的都是大家 非常關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跟日本一樣 當然比日本稍微晚一點點 但是大概都是一個 就是之後大家都必須要一個年輕人 然後可能要照顧兩個或以上的老人的這樣一個情況 很快就會到這個情況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AI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所謂assisted intelligence 是輔助式的智慧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人老了它不一定是喪失功能 但是至少它的mobility 就是它的移動的成本會增加嘛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很多的看 很多的跟醫病關係等等 如果只是靠著可能一個禮拜一次回門 或者兩個禮拜一次回門診的話 其實是越來越難去做 就是有效的追蹤跟有效的討論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因為因應長期 所以我們其實最近兩年 一直在數位醫療的方面 進行法規的檢討跟鬆綁 所以像現在其實遠距醫療 在之前只有偏鄉山區 原住民族區可以 那現在是全面的開放 任何的醫院都可以提出 一個機會說 我就是希望 在這個老人家身邊 放一個AI機器人 像現在有什麼 Sample啊 阿福寶啊 什麼大概都有嘛 那所以呢我們就透過 這樣子的方式讓他隨時想到 想要跟醫生討論什麼 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 他覺得可能是 不知道是不是 某一個病毒的情況下 都可以及時的去用 這樣的方式 非同步的讓他的醫護 知道這個情況 而且又可以安排 遠距的 這種診療 那這個本來是只有在醫師 但是目前 微福不行口司 也有在 檢討說像 心理師啊 或者其他的這種 不太依賴器材的 醫療服務的人 也都可以透過遠距的方式 來進行 那這個就可以 大幅的減少 大家花在周車勞頓 上面的時間 那甚至像送藥啊 等等的事情 現在我們也都在檢討 可能未來無人機送藥啊 等等 這些都會變成 事實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面 台灣的醫療服務 我覺得當然 一方面我們的健保 還是全世界最好的 這個Single Payer保險之一 那二方面是我們的很多醫院 都很願意來主動的 進行實驗跟創新 我們之前有一個 就是健保卡 虛擬化的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呢 其實我們就是 讓健保卡 這個實體的卡 看能不能透過 像我們的手機 透過QR Code 透過NFC感應 或者是實際居家的 這些朋友們 來你家裡 然後就是直接去用平板啊 直接用四局上網 等等的方式去進行 那這些部分 我們都看到相當 醫院非常用於 加入我們的討論 或甚至是說 那就從他們那邊 開始試辦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 醫療創新能力 是相當的強 而且我們在這裡面 實際發展出來的 這些東西 像國泰醫院 發展出來很多系統 我們的國和會 就會自動 這個介紹給友邦 那很多邦的 醫療資訊系統 都是來幫忙的 建造的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我們說 台灣Can Help 就是台灣在永續發展目標上面 可以幫忙 這一點是 我們最強的 可能比農業啊等等 都還更強 有四三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目前 社會發展 逐漸的脫離於國際 那台灣如何 跟國際更好的接軌 那我是覺得說 在經濟停止完全要看 你怎麼看 如果你是從 世界經濟論壇的 看的話 那好比像說 大家可能知道 世界經濟論壇 今年把台灣 評為四個超級創新國之一 四個Super Innovator 那他們看的 其實就是創新的能力 他們看的就不是 一些比較傳統的 一些Innovator 那台灣的GDP 當然也有兩種看法 一種是Nominal 就是沒有上的GDP 那另外一種是購買力評價 購買力評價的話 其實台灣完全沒有跟國際 不鬼 就是我們的生活水準 是相當好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看GDP的話 那當然確實 就是它有 就是上升比較緩慢的情況 不過這個在這個 最近的一些國際新聞之後 好像也有改變的趨勢 但無論如何 就是 那無論如何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要不跟國際脫軌 的一個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們去歡迎國際上面 最新的這些發展 直接進入台灣 像剛才的這個 就是 是Regional Innovation 它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我實際去 全台灣各地去巡迴 然後 是哪些偏鄉啊 或者是 原住地區啊 等等的時候 那基本上 他們就去分享 他們在地方創生上面 碰到一些困難或挑戰之類的 但是 因為我們是透過 雙向視訊的方法 把在台北 就是社會實驗中心 我辦公室 大概12個不同人 直接透過雙向視訊的方法 接到那個地方來 那所以我們說 見面三分請嘛 那透過視訊 可能也有兩分請啦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 我們以前那種 非常官樣文章 地方提出一個需求 然後他可能想要借這些 國際的資源 可是他提到的這個 舉出或這個部會 就說 我要會內政部 我要會委服部 我要會經濟部 然後時間就過去了 而且你會到第三手 他就是一些抽象的 數字跟簡報 其實他也忘記 本來那個地方 到底碰到怎麼樣 具體的困難 那現在是因為 所有這些12個部 都在同一個房子裡面 所以他就 主要會 因為經濟部 還有他隔壁 他不能說 我要會內政部 內政部 還有他旁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就不得不當場 勞力激盪 然後想出一些 能夠具體對接近 地方創生的一些方法來 所以我們像這樣子 新種巡迴的方法 其實是 對國際的大廠 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他們的需求分析 他可以回來看 我們的主字記錄 他可以回來看 像我們的剛剛Tesla 上面這些部分 然後他就可以 很容易的去挑到說 那他覺得 他的技術進來 可以解決什麼問題的 這個地方 那我想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的 像沙倫智 科學城 就是大家只要大高鐵 就可以出去 到一個類似 動物園這樣的地方 然後看到無人車 跑去 的這樣子一種 無人車測試場的地方 很容易的看到說 這些新的 還沒有進入社會 但是即將進入社會的 這些科技 到底是怎麼樣 在跟大家彼此互動 所以國際上的一些大廠 就是Google 或者是Microsoft 或者是IBM 反正就是那幾個大的 現在大概 都是把台灣當作 他們在亞洲 最重要的一個 研發的基地 其實Google 在買了HTC之後 那不只硬體 那現在軟體 各種各樣的整合 AI等等 大概都是把台灣當作 最重要的一個 開發的一個基地 所以我想我們 跟國際接軌的一個 很具體的方式 就是把在地的需求 跟國際這些 Solution的能量 很容易的把它 接在一起 然後盡量政府不要擋路 盡量不要用這個 過時的法規 去卡住大家 有四十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作為社群領導者 如何是掌握動態 以去hold住 各界不同的觀點 對於數位時代的選舉現象 或者說亂想 對台灣社會的觀察 與觀察的建議 作為大學生 在數位時代 基本上需要具備哪些能力 就是三個問題 不過這三個問題 是有一些彼此關聯的啦 我想 我不會覺得我 一定要hold住 各界不同的觀點 我覺得我們做 像這種facilitation 就是做這種 一次討論的時候 我們有個很重要的 作為引導者的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要能夠 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當每一邊說話 的這樣子的能力 所以hold住好像是說 我可以忍受你的觀點 但是我們說 taking all the sides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真的到你那邊 然後從你的角度 為你辯護 或者是說 伸張你的主題等等 那要有這樣子的能力 才能夠說 在各種不同的position裡面 去找到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當然我也了解到 非常的抽象 所以我們就 來看一些例子 像我們在PITES 就是我們的辦公室裡 我們每次解決一個 這個跨部會的討論案的時候 我們就會寫一片部落格 所以在這邊有 非常非常多部落格 然後那我想要挑一個 最扯的例子 所以它是比較早期的 所以稍微等我一下 這個比較扯的例子是 有很多人在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上面去提案 說希望把這個台灣的時區 就我們目前是GMT加8嘛 希望能夠把它改成GMT加9 也就是變成跟這個日本啊 跟韓國相同的一個時區 然後呢 那再有8000多個人附一啊 那同時也有另外一位網友 叫水晶北齊 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實姓名 那個提了另外一個題 叫做國英維持加8 反對調整時區 叫做加9 那同樣也收集了8000多個人的連署 所以加起來就1萬6000人 1萬6000多人 那一半是加8 然後一半是加9 我們在內部都把這個案子叫8加9 那這個 8加9這個提案 其實乍看之下是非常的針鋒相對的 那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要去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有非常多人這個 在上面提出了非常多的意見 告訴我們說 好比像說你只要把時間加成9 你就可以去節省能源 可以促進觀光 可以促進工具 可以怎麼樣 好之類之類 那就是有各種人 有各種各樣的講法嘛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很具體的去看所有他們的論點 然後就是論詞 就像剛剛Dunas一樣 去提出具體的資料 那提出具體的資料之後 很多這個 就是實際來 因為我們把兩邊網友 就是不管是加8還是加9的 都邀來我們的這種協作會議 就是大家一起面對面 來建立共識的這樣一個會議 那他們都非常大意說 第一個我們都不是 不打假球 不是把他們看成來亂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真的提出了非常多的具體的數據 然後像工研院有數據證明說 我們如果 這個好像沒有摟起來 但無論如何 提出數據去證明說 這個實際上 我們如果改成加9的話 其實能源是沒有辦法節省的 然後這個觀光也不會促進 然後也不會這個 有更多做生意的時間 除非大家要違反勞擊法去加班 等等的這個東西 那等到所有這些事實性的東西 都對齊之後 那真正的目的才出現嘛 就是說就是這個提案人認為說 他希望所有從東廣深來台灣的遊客 都強迫他把時間調了一小時 然後來證明說這個我們TRC 是這個不同的這個Jurisdiction 不同的管轄領域 那但是這是相當就是 呃象徵性的一個解決方法 那但是呃其實第一個就很多 很快就有人指出說 其實他只要一居一國兩制 這個問題 因為香港也有自己的貨幣啊 那有一些大的國家 還有好幾個不同的市區啊 簡單來講 這並不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說 它會造成一次性的負擔 以及每年付一定的成本 所以我們如果純粹只是希望 呃就是能夠讓國際能見度更高 然後我們已經願意付出 這麼多成本的話 我們是不是有更有效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我們把它抽象到 這樣子一個共同時期的時候 忽然之間另外那8000人 就是加拿大的那一邊 也很願意進來參與這個討論 因為他們並不是反對想要 呃就是呃讓台灣的國際能見度更高 他們只是覺得加久不科學嘛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非常呃這個具體的去討論說 我們在人權上面 在文化輸出上面呃 呃在我們的開放政府的外交上面 數位創新上面 我們去發展目標上面 同樣是花這些成本 但是我們能不能夠更有效的 讓呃 國際看到台灣 所以 大概這就是上一次這樣子 一個協作會議的一個特點 是如果我們一開始 不是真的把每一邊提出的每一個論點 都真的很認真當一回事 take their sight 在那邊去去看待的話 那其實他們也沒有辦法進入 接下來的行政共同願景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想 即使掌握動態 跟後數各界不同觀點 還是回到我剛剛講那個傾聽 就是願意被每一個不同的邊 所傾斜 那如果你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去處理全部的話 就試著透過像slido 或poliswall這些工具 讓大家能夠互相的去確認 彼此的一個觀點 好 那最後就是第三部分 作為大學生數位時代 需要具備哪些能力啊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能力 就是我們叫做metricy 就是媒體試讀的能力 那媒體試讀是批判思考能力的一部分 那簡單來講就是 當你看到一則訊息的時候 有能力的去問說 為什麼產製這則訊息的人 想要我們看到這則訊息 那當然一方面你可以透過像 如果你有參加維基百科社群 可能可以理解說 所謂的查證的必要性 Citation needed 就是你每次看到一個時候 就問這是哪裡來的 它怎麼來的 它的根據是什麼 論據是什麼 那但是就算只是看到一個訊息 然後問一下真的假的 其實這也是很有幫助 就是它可以讓你脫離那個 就是滑手機的時候 看到一則聳動的標題 等不住想要分享的那個快思的那個充分 就可以一下子進入那個慢想的階段 去想說那為什麼訊息的產製者 要讓你看到這樣子的訊息 那只要有這種批判思考的能力 稍微拉開一點點距離看 就比較不會受到就是 一時的激情啊等等的這些東西 所影響 然後陷入一個所謂的ideology 就是意識形態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想這是還蠻重要的 有四十三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當小子華遇到高齡社會 會遇到什麼社會問題 要即將踏入社會的大學生 要怎麼樣以及從哪一方面 來增加自己的實力 當小子華遇到高齡社會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遇到很多結構型的一個問題 不過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概沒辦法講非常非常多 但是其實我蠻蠻推薦大家 去看那個地方創生的簡報 因為地方創生簡報 把台灣的就是優先推動的地區 每一個地區 它其實就是透過TAS的那個客觀的分析 去歸納出這些地區 所碰到的一些共同的困難 然後呢再從這些共同的困難去 讓這些地區去提出大家的願景 跟一些策略 所以我會建議說就是真的去看TAS 然後看一下地方創生的簡報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加入這些願景的工作 那在這個願景工作裡面 你才可以很具體的看到說 就是每一個不同的世代 可能比較年紀長的世代 他很可能還是想要參與 但他需要一個文化的傳統 他要參與 他才覺得主觀上面有意義 而不是說好像他要放棄掉本來的文化等等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所謂meaning making 就是一起去產生出有意義的 共同創作這件事情 是我們在小子化加上高齡的時候 需要碰到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在設計這個 就是不管是USR也好 敵方創生也好 或其他東西 真的多可以想一想說 怎麼樣讓不同年齡 不同世代的 都覺得他有可以貢獻的部分 像之前有一個很流行 叫做寶可夢的這個 現在可能還是很流行 對這寶可夢的遊戲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在各地都會看到 就是阿公阿嬤 然後帶著孫子孫女 然後出去抓寶可夢 那在抓寶可夢的過程裡面 每一個不同的世代都有可以貢獻的 就是小孩子可以貢獻 在那個就是動漫的世界裡面 這支寶可夢它的歷史 它的過程等等 那長輩們也可以分享說 他們這個地方當年是怎麼樣 然後以及這個地方 為什麼你到現在可以抓得到 這些寶可夢 原因是因為這個地方 本來是有水的 本來是挖地 本來是什麼其他的東西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這個世代之間 因為這個對於兩個世代都是新的 所以雙方都可以有所貢獻 那中年這個世代也可以幫忙開車 一直維持在時速為19公里 然後讓大家 就是一個東西可以抓 那所以像我有一個朋友 有幾個朋友 就有一個網站叫做愛台語 就是愛台語 他就是去透過這種 把最新的智慧 徵求大家怎麼樣能夠翻成台語 翻得最好的方式 讓長輩在玩寶可夢的時候 還可以在這個分享 在台語上面的一些見解 所以目前這個 就跟Slido一樣 你可以投票嘛 所以寶可夢 大家覺得最好的翻譯 是 但是也有人說 可以叫做 或者 之類的 對 那其實是非常的有創意的 那然後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新的世代可以在這邊 去貢獻最新的名詞 像什麼 世間世界望遠鏡啊 三月風馬祖啊 黑洞啊 什麼之類的啊 反正就是大概 最近在紅什麼啦 這邊有什麼題目啊 然後他們還可以 再讓這些名寶可夢的寶 這個寶可夢訓練師 是不是這樣叫的 然後去找他們的長輩來 然後把這些最新的 燒燙燙的新詞 像黑洞 想辦法去找到好的台語的翻譯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不同的generation 都覺得自己對於文化有所貢獻 那我們所需要做的intervention 就是我們要做的設計 就是讓每一個世代的貢獻 它不是取消掉其他世代的作為 不是像剛剛那兩個隻狗 彼此拔合一樣 而是說是有一個共同的空間 然後每個世代都可以在上面加一點點啊 那有四十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覺得在大學四年裡面 應該要培養什麼能力 對於將來進入社會最有用處 其實我們在設計 十年國民教育課程剛要的時候 我們已經沒有用 所謂的技能導向來設計了 我們在做的就是 所謂的素養導向 什麼叫素養導向呢 就是它是累積在你自己心裡面的東西 而不是好像是作為工具人 這個比別人多一點的那個能力 因為如果你過分認同特定的技能 那你到十二年畢業之後 說不定這個技能已經不太需要了 因為它已經動化掉了 說不定它已經被合併了 這個學員們可能都已經消失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覺得說 你這十二年可能有點白學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現在希望的就是說 我們累積的是素養 那素養就是自發嘛 就是以你的好奇心 你以想要解決的時候 會使命去進行 你自己的課程規劃 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那互動就是去跨領域 跨文化 跨各種各樣不同的組織 去覺得說 對方一定有你可以 組隊打怪互相學習的這個能力 那以及共好 就是不要把對方當作公主 而是對方當成有不同的價值 那你各個不同的價值 可以一起加起來 有一個共同價值 這樣子一個能力 所以大概這些 這三個 就是 就是司法互動公好的素養 我們現在覺得是說 是過了十二年之後 一定不會失效的 那一定是做有用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概是 有四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像調適自己不要受到影響的時候 有的時候 親人或者自己也讀 否定自己的時候 如何繼續 自信正向的生活 以及怎麼樣 抑制自卑感 或是懶散以後的感覺 我是覺得自卑感是不需要抑制的 因為你越抑制 越會好像彷彿去強化它 就是說 抑制只是說你暫時不去處理 但是其實像自卑感這樣子一種感覺 就像剛剛講到說 你如果醒來覺得很空虛 想要路上找人家 其實最好的解決方法 並不是抑制掉這種感覺 抑制掉這種感覺它還是在 而是說 試著找到 我們叫sublimation 就是升華的一種方法 就是你有建設性的去跟人吵架 在跟人吵架的過程裡面 試著去找出真的影響到他行為的吵架方法 然後慢慢你就會發現說 吵架也是有技巧的 也是有建設性的 而且到最後 你就可以開始形成自己的論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有這種不舒服的感覺的時候 試著不急著去行動 跟這種不舒服的感覺相處一下 最好能夠相處給一兩天 然後慢慢就會冒出一些 你還是可以讓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能夠抒發出來 但是是對社會或者對環境 有一些正向的就是影響的方法 但是我也了解到說 大家其實有時候 並沒有什麼能量做這個 還是耍費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耍費是完全OK的 是正常能量釋放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要多給自己一些空間 當給自己一些空間之後 也要記得說 就是你實際上把它化為行動的 那一天的晚上 盡可能的要睡夠 因為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話 那這樣子一段學到的東西 沒有辦法寫或忘記記憶 那就很可惜 就跟你好不容易寫了幾千字的報告 然後忘記存檔 是一樣的道理 那只要你那天晚上有睡夠 大概他就可以寫回長期記憶 成為新的連結 好 我們還有兩分 有40個朋友們問說 科技創新應該創造永續發展 已經包容性 想要請教這個唐誠偉 機器學習有沒有機會 成為合作學習 或者如何朝合作學期來發展 這個問題其實最好的一個解決方案 或者這個合作學習很可能是 這是從我的那個 工作描述裡面來的 就是因為我在剛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行政院的人是 希望我寫 就是因為數位政委是一個新的職位嘛 他希望我寫一個工作描述 就是跟大家描述 尤其是國際的友人 來描述這樣子的職位 所以當時我描述這個職位的方式 是我就寫一首詩 那這首詩 其實就是可以idanол念一下 就是說 When we see Internet of Things 當我們看到 ニ連網的時候 Let's make it an Internet of Beings 變成 聚會的連網 Now when we see Virtual Reality Let's make it a shared reality When we see Machine Learning Let's make it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 human experience そして 好的,我們 Werden 在這間室華実不� Ooh 所以这个问题回答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很重要的就是说 当我们在设计AI 当我们在看到AI这个技术进来 等等的时候 我们一直要问的就是 不是说它怎么样子去 让某一个线性的 就是本来可能要10秒钟 处理的东西 比方5秒钟处理 不是只去问说 它怎么样东西cost down 而是问说 有没有哪些事情 是人觉得自己不适合 不方便 不愿意 就是觉得很无聊 不爽做的事情 一些wrong的事情 那wrong的事情 我们在资讯科学上叫trivial trivial并不是说它不重要 是说它的结构很简单 任何人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生命经验 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只要符合trivial的定义 基本上我们在植物流程 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很适合AI进来的地方 因为AI进来的时候 它不会让任何人觉得说 我的尊严丧失等等 而是相反的 它会让大家觉得说 某一部分的时间被free出来了 所以同样是好比像说做老师的 那里面有很多跟小孩 跟学生互动的部分 但是好比像说 如果学生写四则运算 然后你要批改考卷 那任何老师 就算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批改出来都是一样 只有批改的快跟慢的差别 那这部分就非常适合 透过AI辅助式的智能来做 实际上现在也有了 你就透过手机这样扫过去 然后就批改完成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技能 就是去做植物流程再设计 或者说我们现在叫 experience design 体验设计的这个 系统性的去检视 自己的整个工作流程里面 有哪些部分是融的 然后把这些部分 我们说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变成邀请进来 然后能够让AI去让这个部分 让大家绕着它一起去想象说 如果这部分都被自动化了 那我们本来的工作 可以怎么样子做得更好 只要有这样子对话的空间 我觉得machine learning 就可以成为collaborative learning 好 非常感谢大家 很棒的问题 那我们就刚刚好的时间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啊 特别赶回来 谢谢 好 那个唐正伟 非常抱歉 我今天原来一个会议 特别提早赶回来 来欢迎唐正伟 我们先再一次这类掌声 给我们唐正伟 非常感谢他 他时间真的很忙 我跟你讲 他大概是我们全中华民国 这个政务委 你叫做政务官 民意满意度最高的 民间的声望最高 第二个他应该是最了解 学校的 我看他到各个大学去 大概不输给部长了 部长也是很辛苦 不过他真的是亲近同学 提供很多非常创新的思维给大家 我想这个在两年前 我在雕像第一科大的时候 他也特别去 其实他去两次 那一次是亲自立 来帮我们智慧商务接牌 我们一个实验室 帮我们接牌 之前第一次是他真的很忙 用视讯 视讯也是高棚满座 听说我们今天不是这个 我们另外一个一圈一圈 有有那边都有 我想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不过我想各位 你还有开问 不用的 差不多了 已经都问完了 我知道 我刚刚就看了 我沿路在车上就在看了 同学的问题非常非常精彩 太精彩 什么都敢问 什么都敢问 他也分数不拘 有时间他都一个一个回答 所以你们按战数多 他就在前面回答 这个是 这个尤其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还有这一招 这个真的是绝招 不过这是我们非常非常 敬意的唐振伟 我们再次谢谢他 利林 非兰他等下来一个 国际的视讯会议 谢谢团政委 谢谢 我们有个大合照 好吧 好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有一个 各位最期待的大合照 我们要开始 现在请各位同学 尽量往中间集中 好不好 来 请 这请 好 好 那个沈副校长 来 好 大家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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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的同学 往中间集中 这边的同学 往中间集中 往中间集中 大家请赶快 我们把握一下时间 好 好 好 现在我们开始了 我们请摄影师准备一下 大家请开始 OK 就集中好了 好 来 这边做什么 那个奉生 来 赶快赶快进来 进来 这边来 赶快进来 好 这个同仁赶快来 赶快来 倒数十秒 十 九 来赶快 赶快 八 七 六 五 这边同学 那边同学 往中间集中 往中间集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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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